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这个波炳的诗歌我们唱的时候 特别敬拜父 大概他把每一首诗歌 有一个主题标到上面 但是标是标到上面 有的诗歌比较一般性 有的诗歌比较有点专特性 比方说到神的他的信实 或者是说到他的公义 或者说他有一些特别的那些点 圣洁等等 那这个倒无所谓 但是那个里面讲的那些诗歌 一节一节非常的专特 那这一种的诗歌 在不比纪念父的时候 如果我们纪念父 这个敬拜父用两首摆在第二首来唱 比较合十 第一首一下就很专特 比方说第六首 父是爱与光 神你是爱你也是光 这首诗歌 这首诗歌非常的宝贝 因为基督教里看不到有一首诗歌 敬拜到父是爱是光 他是爱是源头是爱 那流出来以后变成恩典 他是光照耀出来以后成了真理 但是非常好 但是一下一开头 父啊你是爱你也是光 这个摆在第二首来唱就比较好 头一首刚刚剥饼 剥了 父你是爱又是光 好像觉得有一点突如其来的 那么所以第一首唱差不多都比较一般性 像这首十二首虽然是他是受到神的伟大 但是他包括的这个歌面 他是比较包括性 像第一首来唱的一个就是不错 像上个礼拜六我们唱 父啊你是生命的源头 说到神是生命的源头 也比较包括性 所以你唱一首的时候也可以 唱两首用第一首来唱也可以 有一点点味道上有一点点讲究 像这一个他的伟大 你摆在第一首唱 摆在第二首唱也可以 如果只有一首我们就唱这一首 那一首很好 所以像这一首都是很好的 我们若是摸着这个里面的灵 真是觉得 参不厌和奇妙和伟大 我只愿生爱你 我只愿生爱你 我只会有什么人 这个感觉 为什么 我只会有什么事 我只会有什么事情 我还以为你能够用这个